第一,看不见的第九行星 资料来源,国家地理杂志 在比海王星轨道还要更遥远的地方 是否有颗巨大的冰行星藏身在我们宇宙灵里的外围 这是太阳系让人着迷的众多谜团之一 有些寻找它的科学家将这个假想的行星昵称为第九行星 Planet 9 但这样的想法从首度提出后就引起了不少争议 之所以会预测有颗看不见的行星存在 是因为显然有个天体的重力 影响着一群小天体的奇特群聚轨道 但到目前为止 这颗行星的搜索行动都没有结果 这让批评者认为数据中关于这颗行星存在的暗示其实并不存在 现在有项星的分析预测 如果真有隐藏的第九行星存在 那它可能比之前推测的还要更近 更亮也更容易被发现 我认为它会在一两年内被发现 这项新研究的作者 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文学家迈克 布朗 Mike Brown 表示 他的论文已被天文学期刊 Astronomical Journal 接受发表 但是他也补充到 在过去的五年里 我每年都会发表这样的声明 我超级乐观 布朗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康斯坦丁 贝特金 Constantin Buttigian 对第九行星的重力把系进行了计算 他们的最新分析显示这颗行星的质量约为地球的六倍 这可能让它成为颜值的超级地球 Super Earth 或是气态的迷你海王星 Mini Neptune 如果真的发现这颗行星 那它将是自1846年后首度加入太阳系众多角色中的大天体 当年天文学家宣布发现海王星这颗冰太巨行星 而它的存在是因为对天王星产生的重力影响所预测得出 但多年来 怀疑论者一直认为 透露第九行星存在的重力迅机 不过是观测上的未缺陷 批评者认为 远处天体轨道的明显群聚 并不代表有颗看不见的行星影响 而是寻天调查中自然产生的偏差 亚利桑那大学的雷努 马赫拉Renumohodra说 这些天体大多是以大型望远镜发现的 而这些望远镜的外太阳系调查时间有限 因此只能在可以观测的天区进行调查 这又取决于望远镜的地点 它对这颗行星的存在抱持不可知论态度 并正独立推测这颗行星的所在位置 到目前为止 天文学家只发现了少数的遥远外太阳系天体 而且在没有对外太阳系进行更完整的寻天调查之前 很难判断这些冰冷的小天体是真的有奇特的群聚轨道 还是随机分布 与此同时 布朗和贝特经为了帮助搜索第九行星的天文学家 利用它们修正后的计算制作了一张藏宝图 标示出最有可能找到这颗行星的一片天区 这个区域与银河系中恒星密集的闪烁银盘重叠 因此可能在过去的搜索中使行星藏匿其中 现在我们知道该往哪里找 又不该往哪里找 布朗说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除非我们做错了什么 布朗和贝特经一开始是在2016年宣布 他们对第九行星的预测 但他们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太阳系偏远外围 还隐藏着一颗未被发现行星的科学家 一个多世纪以来 天文学家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颗行星 他们错误的认为有某颗巨大天体扰动了海王星的轨道 天文学家帕西瓦尔 罗威尔 Percivalo 称这颗行星为X行星 Planet X 而且急于寻找到它 因此它在1916年去世后留下了100万美元 资助继续寻找X X行星的工作 1930年 罗威尔天文台的克莱德 汤伯 Clyde Tomber 没有找到X行星 反而是发现了小小的冥王星 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之所以会预测 第九行星的存在 是根据有群科伊伯代天体 Quipper Belt Object的轨道受到明显扰动的缘故 这些海王星外的冰冷小天体 包括了一群有着极端轨道的天体 与太阳的距离至少是地球的150倍 2016年 贝特金和布朗仔细检查了其中的六个天体 多年来 它们的倾斜椭圆轨道一直困扰着科学家 研究团队得出结论 认为一定是有颗看不见的行星 以重力将这些天体引导到奇特的轨道上 而这颗行星的质量约为地球的10倍 根据推测 这颗行星的质量介于地球和海王星之间 在对绕行其他恒星的行星研究中 这种质量的行星在整个银河系似乎相当常见 但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里却明显不存在 然而 在宣布这个消息后不久 天文学家就开始对第九行星的假设提出质疑 他们主要担心的问题是 轨道的特殊群聚现象可能根本就不是群聚 相反的 在过去五年中 有多组研究团队使用各种数据及反复得到的结论 指出第九行星的证据只不过是个观测上的未缺陷 也许第九行星是个幻影 所谓的重力效应是由少数误导性数据所构建出的虚假证据 天文学家仍在努力解决这个争议 布朗和贝特金的最新分析就是这样的尝试 坎特伯雷大学的米凯来 班尼斯特 Michelle Banister表示 他们做出了详细的预测并公布结果 真是太好了 他曾在2017年挑战第九行星的说法 如果真的有第九行星 我会非常高兴 那我们所处的太阳系就太有趣了 布朗和贝特金根据一群略位不同的天体 对第九行星的大小和轨道进行最新预测 他们在资料库中仍保留部分原本的科伊博代天体 但也添加新的天体 并排除所有轨道似乎受海王星重力影响的天体 最后 他们的计算涵盖11个科伊博代天体 布朗表示 如果把受海王星影响的天体也算进来 讯号就会模糊不清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新的研究发现 这些天体的特殊轨道排列有99.6%的可能性 是由一颗看不见的行星所造成 而并非随机分布 马赫拉说 这听起来不错 但也代表这样的排列有250分之一的可能性 是侥幸造成 这比布朗和贝特金在2016年发表的万分之一 可能性要大得多 尽管如此 马赫拉表示 新的分析还是改善了先前的研究 虽然纳入考量的天体并不多 他说这件事已经有趣到值得我们研究 但仍不够有说服力 贝特金还进行了大量模拟 预测可能造就这11个天体轨道的行星特征 主要是它的位置和质量 最终结果的藏宝图指出第九行星在天空中的轨道 虽然研究团队人不清楚这颗行星在路径上的位置 虽然新的推测是这颗行星更小 大约是地球质量的5到6倍 而不是10倍 但他显然也离得球更近了 这表示第九行星在天空中应该看起来更亮 不过布朗也指出这颗行星的亮度是根据对行星成分的假设所估算 而这样的假设并不一定正确 新的预测使让这颗假想的行星更符合天文学家查德 储基罗 查普特 薛普德 提出的类似主张 2014年 他们的研究团队宣布发现了一个名为2012VP13的物体 并以当时的美国副总统 Vice President之名 乔 拜登 周拜登 将他昵称为拜登 他们认为在很远的地方 可能有个质量为地球五倍的天体 将拜登和其他几个遥远天体推向群聚的轨道 不过,虽然有不同团队有着类似的主张 但这个领域的专家对地球行星的存在尚未达成共识 整体来说,作为一个还没被发现的天体 它的表现惊人的好 耶鲁大学的天文学家格雷格 劳夫林,Greg Loughlin,说 我觉得理由很充分,也很有趣 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 它究竟在哪里? 科学家尚未发现第九行星 这个事实可能显示如果这颗行星真的存在 或许它现在正位于轨道上最遥远的地方 因此成为隐身在星光之中 缓慢移动的暗淡目标 布朗、贝特金以及薛普德、楚基罗阵利用 夏威夷茂纳开亚、Malachia 山顶强大的卯星团望远近 Subaru Telescope 寻找这颗难以捉摸的行星 但即使已经用上天文学家武器库中最强大的工具 这项搜索仍然相当具有挑战性 根据他们推测第九行星的亮度和轨道 它恰好融入了闪闪发光的背景恒星之中 在夜空下,漂浮在我们银河系的乳白色光带里 它够亮、够近、够明显 基本上也只能隐身在这个天区而未被发现 劳夫林说 我的感觉是 如果它真的存在 那很快就会被找到 使用卯星团望远近寻找天空中的区域 并不是天文学家搜寻第九行星的唯一方法 正忙着寻找其他系外行星的美国航太总署 NASA 临日系外行星寻天卫星 Transiting Exoplanet Survey Satellite 简称TES 也可能会在扫描包括行星预测轨道在内的天区时 发现第九行星的踪迹 2019年 天文学家提出一种巧妙的数据处理方式 能够从临日系外行星寻天卫星的观测数据里 发现遥远的太阳系天体 劳夫林和耶鲁大学的马雷纳 莱斯 Malena Rice 正在研究这项技术 我并不认为成功的机会非常高 但若是这颗行星真的在 临日系外行星寻天卫星所扫描的天区之中 那他发现第九行星也绝非不可能 劳夫林说 偶尔就是会有不该发生的惊人事件发生 许多天文学家一致认为 行星猎人最有可能找到第九行星的机会 是正在智利山顶建造的威拉 鲁冰天文台 Ferrorubin Observatory 这个口径8.4公尺的望远镜 拥有宽广的视野 每隔几个晚上就会拍摄整个可见天空 从2023年开始 天文台将让天文学家得以追踪数百万个天体的运动 包括太空垃圾 小行星 彗星 间谍望远镜 恒星 甚至可能是第九行星 威拉 鲁冰天文台将含盖约三分之二的天空 但会是以均匀且重复的方式 马赫拉说 这会真正帮助我们在这些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布朗认为 我们可能会在下一代更新型的望远镜出现之前 就发现这颗行星 他说 也许这颗神秘的行星 已经藏身在天文学家目前手上所握有的数据之中 我愿意打赌 不过我经常读书 我们已有的寻天数据中 已经有这颗行星的影像 布朗说 从天王星开始 一直到冥王星和系神星 Aries 我认为我们还没发现任何一个现有数据中不存在的天体 2005年 布朗在帕洛马天文台 Palomar Observatory 发现了矮行星系神星 后来他发现系神星的最早影像 早已存在1955年 同一台望远镜拍摄的照相底片上 我只是有种感觉 这样的事情会再度发生 第二 尼比鲁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尼比鲁是一个古代美索布达米亚神话中的概念 有时也被称为行星X或D10行星 据传说 尼比鲁是一颗极为偏离轨道的行星 它的轨道与太阳系内的其他行星轨道不同 因此它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天体 有些人将尼比鲁与传说中的星球X联系在一起 认为它可能会对地球产生影响 甚至引发灾难 然而 科学界普遍认为尼比鲁是一个虚构的概念 没有实际存在的证据 虽然有人曾试图通过一些理论来解释尼比鲁的存在 但迄今为止 没有观测到真实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因此 尼比鲁更多的被视为神话故事中的角色 而非科学上的真实行星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尼比鲁 尼比鲁是苏美尔人的神话传说中的神 其名会在苏美尔语里有度传之意 该神明象征的节旗是下至 撒加利亚 西勤在其著作中 以该神命名了一颗行星 在他的笔下也把其他神明当成星球或外星种族 如迪亚马特被设定为地球的前身 而有尼比鲁碰撞的说法 根据苏美尔文化中的记载 尼比鲁3600年进入太阳系一次 上免住着一种称为尼菲林人的人种 身高相当高 并不是永生 而是存活其约为地球的36万年 传说中 尼菲林人为元素经到地球进行采集 其间创造了人类已驻其搜索经 第三 阿努纳奇 资料来源 Tragipity 阿努纳奇 阿努纳奇 是苏美尔神话中的一组神旨 据说他们是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主要神旨 根据神话 阿努纳奇被认为是在地球上建立文明的神灵 他们被描述为拥有人类形态 但身材高大 力量强大的神旨 他们据说在远古时代与人类互动 并在许多方面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影响 阿努纳奇的传说与古代美索布达米亚的宗教和文化息息相关 根据神话 他们被认为是掌管天空 地球和地下世界的神旨 拥有超凡的力量和智慧 他们的故事被记录在苏美尔的宗教文本中 这些文本对后来的宗教和神话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阿努纳奇在古代美索布达米亚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在现代的历史和考古学研究中 并没有发现直接证据证明他们的存在 因此阿努纳奇更多的被视为古代神话和宗教信仰中的角色 而非现实世界中的实体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阿努纳奇 或一座阿努纳 阿嫩纳奇 阿努纳奇 阿努纳奇 是苏美人神话中一组有血缘关系的神 既是地上之神 又是地下之神 名神 阿努纳奇有各种不同写法 他的意思是说王子或者阿努的儿子 牛津世界神话大集 说阿努纳奇 是苏美的古老神旨 他们克托尼尔斯神旨里的生育神 后来被和明界联系到一起 在那里他们成为神批神 他们的名字来自古老的天神安努 安努的妻子其身阿努纳奇 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气神恩利尔 按照传说在恩利尔出生前天和的无法区分 恩利尔把天和的劈开 其和恩利尔选择地 有些学者怀疑其不是神 因为没有他的妙语 他的名字也仅仅出现在少数苏美创世文字里 山姆、诺雅、克莱默认为 其实际上和苏美的母亲神是同一个神旨 他们本来源自不同地方 但很早就连在一起 据古巴比伦文献 阿努纳基诸神住在圣城尼普尔 据乌尔德第三王朝 公元前21世纪的苏美文献 他们是安努之子 后来阿卡德文献则说他们的父亲是马尔杜克 关于阿努纳基神的数目说法不一 从7个到600个 通常的说法是50个 马尔杜克把600个阿努纳基神分成300个天上神和300个地下神、名神 他们的职能不是很明确的 主要是决定人的命运 某个神的威力大小 通过他们的反应得到说明 例如安努一句话或一瞥目光就会使他们发抖 小魔怪的潜力就可把他们打入缝隙中 他们是人神交往的中介 一般是眼里不涉及他们的名字 地下的阿努纳基诸神自成一个体系 通常是民国的判官 参见英南娜、埃雷什基加尔 由民国女王埃雷什基加尔掌管 阿卡德时代所有的神分成两大族群 阿努纳基是地上神和名神 一级格式宇宙神 他们与苏美被称为一级级的天神们的关系不明 有时他们与他们是同一词 但是在阿特拉哈西斯大洪水传说里 一级级是要为阿努纳基服务的第六代神 但是在四十天后造反 后来被创造的人类取代 杰里米、布莱克和安东尼、格林就一级级 和阿努纳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解释 他们说一级级是古巴比伦时期 十位大神的名字 后来中苏美和巴比伦时期 他们被泛用来指天神 而阿努纳基则在后来被泛用来指明界的神 创世神话里提到有三百名一级及天神 阿努纳基在巴比伦创世神话 埃努玛、埃利时里出现 后来的版本里 马尔杜克被扩大 他把阿努纳基分开并分给他们各自的领域 三百个管天、三百个管地 在吉尔加美时史诗里乌塔纳比资姆叙述大洪水的故事的时候 提到阿努纳基 在这个传说里地狱里的七名判官叫做阿努纳基 暴风雨来临时他们把大地点燃 后来的苏美和巴比伦神话说 阿努纳基是安努和其的孩子 是兄弟姐妹神 而安努和其则是安沙尔和基沙尔的孩子 而他们又是拉哈木和拉赫木的孩子 创世之地埃里兜的阿博祖庙的看守 而他们又是迪亚马特和阿博祖的孩子 在撒加利亚西秦的地球边年史 被当作来自尼比鲁的外星人 并且帮助人类文明 以及他们与人类的混种 后代就是圣经上的拿菲利人 第四 八大行星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八大行星是指太阳系内的八颗主要行星 按照它们离太阳的距离和大小顺序 从太阳向外依次为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 这八大行星是我们太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它们围绕太阳运转 同时也拥有自己的卫星系统 这些行星中 水星和金星位于地球内侧 称为内行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 则位于地球外侧 称为外行星 这八大行星都是地球天空中常见的天体 被古代人类观测和研究了几千年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太阳系是一个受太阳重力约束在一起的恒星系统 包括太阳以及直接或间接围绕太阳运动的天体 在直接围绕太阳运动的天体中 最大的八颗被称为行星 其余的天体要比行星小很多 比如矮行星 太阳系小天体的小行星和彗星 轨道间接围绕太阳运动的天体是卫星 其中有两颗比最小的行星水星还要大 太阳系的形成大约始于46亿年前一个巨行星计分子云的重力 他说 太阳系内绝大部分的质量都集中于太阳 余下的天体中 质量最大的是木星 位于太阳系内侧的是四颗较小的行星 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 它们被称为类的行星 主要由岩石和金属构成 外侧的四颗行星被称为巨行星 其质量比类的行星要大得多 其中最大的两颗是木星和土星 它们都是气态巨行星 主要成分是氢和海 最外侧的两颗行星是天王星和海王星 它们是冰巨星 主要由一些溶点比氢和氢更高的挥发成分组成 比如水、氨和甲烷 几乎所有的行星都在靠近黄道平面的轨道上运行 太阳系也包含许多较小的天体 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小行星带 其中的大部分天体都是像类的行星 那样由岩石和金属组成 在海王星轨道之外 是古博带和离散盘 包含了有大量的海王星外天体 主要由冰组成 在往外还有新发现的类塞德纳天体 其中有几十甚至上万颗因为足够大 能靠自身的重力形成球体 称为矮行星 已经被确认是矮行星的包括小行星带的古神星 和海王星外天体的冥王星和系神星 除了这两个区域 还有大量的小型天体自由的运动 在两个区域之间 包括彗星 还有半人马小行星和行星继成云 有六颗行星 四颗以上的矮行星 和一些小天体都有天然的卫星环绕着 通常都依据月球被称为卫星 太阳系外侧的每颗行星 都被由尘埃和小天体构成的行星环环绕着 太阳风是从太阳向外流出的带电粒子流 在星际物质中形成了一个气泡状区域 被称为太阳圈或日球层 日球层顶是太阳风和星际物质的压力达到平衡的位置 它延伸到离散盘的边缘 欧特云被认为是长洲旗彗星的来源的 其位置可能比日球层顶还要远一千多倍 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猎户壁上 与银河系中心的距离约两万六千光年 轨道环绕太阳的天体被分为三类 行星、矮行星和太阳系小天体 行星是环绕太阳且质量够大的天体 这类天体 有足够的质量使本身的形状成为球体 有能力清空灵近轨道的小天体 能成为行星的天体有八个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在2006年8月24日 国际天文联合会重新定义行星这个名词 首次将冥王星排除在大行星外 并将冥王星、古神星和系神星组成星的分类 矮行星 矮行星不需要将灵近轨道附近的小天体清除掉 其他可能成为矮行星的天体 还有塞德纳、厄尔库斯和创神星 从第一次发现的1930年直至2006年 冥王星被当成太阳系的第九颗行星 但是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 许多与冥王星大小相似的天体 在太阳系内陆续被发现 特别是系神星更明确地被指出比冥王星大 第五 海王星 资料来源 Tragipity 海王星是太阳系的第八大行星 也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外层的行星 它是由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戈德堡 在1846年通过计算预测后发现的 成为了第一个由计算预测而后发现的行星 海王星的直径约为49244公里 大约是地球的四倍 它是一颗气态行星 主要由氢、氦和少量的甲烷组成 由于它位于太阳系的边缘 因此表面温度极低 平均温度约为零下200摄氏度左右 海王星拥有至少14颗已知的卫星 其中最大的是特里顿 Tragipon 它可能是一颗被捕获的小行星或卫星 与其他的卫星不同 它的轨道也是逆行的 与海王星的自转方向相反 尽管我们对海王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但由于它位于太阳系的边缘 探测和观测它的任务相对困难 因此我们仍然对它的许多方面了解有限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海王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距离太阳最远的 体积第四大的 但质量是第三大的行星 海王星的质量约为地球的17.147倍 海王星以罗马神话中的尼普顿 Neptunus命名 因为尼普顿是海神王 所以中文译为海王星 天文学的符号Astronomical Symbol for Neptune 是希腊神话的海神波赛顿使用的三叉戟 作为一个兵具行星 海王星的大气层以氢和氦为主 还有微量的甲烷 大气层中的甲烷是行星呈现淡蓝色的一部分原因 因为天王星大气中存在浓雾 所以海王星的蓝色比有同样甲烷量的天王星更为鲜艳 海王星有太阳系最强烈的风 测量到的风速高达每小时2100公里 1989年航海加2号飞略过海王星 对其南半球的大岸班和木星的大红班做了比较 海王星距离太阳比较远 是太阳系中最冷的地区之一 海王星云顶的温度是摄氏-218度 55K 核心的温度约为摄氏7000度 与太阳表面温度相当 这也和大多数已知的行星相似 海王星于1846年9月23日被发现 是唯一通过数学预测而非有计划的观测发现的行星 天文学家利用天王星轨道的射动 推测出海王星的存在与可能的位置 迄今仅有航海加2号 曾在1989年8月25日拜访过海王星 2003年 美国国家航空际太空总署提出有如卡西尼 会更思考科学水准的海王星轨道探测计划 但不使用热资深反应提供电力的推进装置 这项计划由喷射推进实验室和加州理工学院一起完成 2022年7月12日 詹姆斯·韦伯望远近再次对海王星进行了拍摄 30多年来首次清晰地拍摄到海王星的行星环 第六 冥王星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冥王星是太阳系中的矮行星 位于海王星之外 是太阳系中已知最遥远的天体之一 它最初被认为是第九大行星 但在2006年被国际天文联合会重新分类为矮行星 冥王星的直径大约是地球的五分之一 因此它相对较小 它的表面主要由冰和岩石构成 其大气层主要由蛋和甲烷组成 冥王星的表面温度极低 约为零下230摄氏度左右 冥王星有五颗已知的卫星 其中最大的是卡戎 Karen 它与冥王星的品质相近 被认为是一种双星系统 除了卡戎之外 还有四颗较小的卫星 海德拉 Pyra 尼克斯 Nix 凯伊比 Kerberos 和斯蒂克斯 Stix 冥王星曾经是太阳系中 唯一已知的未被探索的行星 直到2015年 美国宇航局的星视野号探测器飞越 冥王星并发送回了大量的资料 这次探测使我们对冥王星 及其卫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地质特征 大气层的组成等等 资料来源 危机百科 冥王星 小行星序号 十三万四千三百四十 Pluto 又称名神星 是太阳系古博带中的矮行星 冥王星是第一颗被发现的古博带天体 冥王星是太阳系内已知体积最大 质量第二大的矮行星 在直接围绕太阳运行的天体中 冥王星体积排名第九 质量排名第十 冥王星是体积最大的海王星外天体 其质量仅次于位于离散盘中的细神星 与其他古博带天体一样 冥王星主要由岩石和冰组成 相较月球 冥王星仅有月球质量的六分之一 月球体积的三分之一 冥王星的轨道离星率及清角阶较高 近日点位30天文单位44亿公里 远日点位49天文单位74亿公里 冥王星因此周期性进入海王星轨道内侧 海王星与冥王星因相互的轨道共振而不会碰撞 在冥王星距太阳的平均距离上 阳光抵达冥王星需15.5小时 1930年克莱德 汤伯发现冥王星并将其视为第九大行星 1992年后在古博代发现的一些质量 与冥王星相弱的冰至天体挑战了冥王星的行星地位 2005年发现的细神星质量 甚至比冥王星质量多出27% 国际天文联合会 IAU 因此在一年正式定义行星概念 新定义使冥王星不再被列为一颗行星 而是归类为矮行星以及类名矮行星 冥王星目前已知的卫星总共有五颗 冥卫一冥卫二 冥卫三 冥卫四 冥卫五 冥王星与冥卫一的共同执星不在任何一天体内部 因此有时被视为一联星系统 IAU并没有正式定义矮行星联星 因此冥卫一人被定义为冥王星的卫星 2015年7月14日 星视野号探测器成为首架飞掠冥王星的宇宙飞船 在飞掠的过程中 星视野号对冥王星及其卫星进行了细致的观测 发现冥王星的地貌特征与太阳系八大行星有许相似之处 而且有冰火山与数千公尺的山脉助力于甲烷层与冰冻的氮气上面 冰川温度可能达射是零下200度以下 星视野号的影像显示 冥王星地底下可能有由半融化水冰而成的海洋 这意味着地底可能存在热源 第七 细神星 资料来源 Tragipity 细神星 Eris 是太阳系中的一个矮行星 也是冥王星以外的一个重要天体 它是由美国的一个天文团队 在2005年发现的正式命名为细神星是为了纪念希腊神话中的纷争与争斗之神埃里斯 细神星的直径大约是冥王星的约三分之一 被认为是冥王星的周边邻居之一 它的品质约为地球的1.66倍 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天体 细神星的表面主要由冰河岩石构成 类似于其他矮行星 细神星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它的一颗卫星 名为迪斯科利亚 这颗卫星是由对细神星的观测发现的 它的存在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了解细神星的机会 细神星的发现促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重新考虑了行星的定义 并于2006年将冥王星和细神星等天体重新分类为矮行星 这一事件标志着对太阳系中较小天体分类的一次重要调整 也引发了对太阳系中其他矮行星的更多研究和探索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细神星 小行星序号 136199 Ares 是现已知太阳系中第二大的矮行星 在所有直接围绕太阳运行的天体中质量排名第九 它估测直径约为2326正负12公里 比冥王星重约27% 但冥王星的体积更大一些 质量约为地球质量的0.27% 他由迈克 布朗 乍德 特鲁西略和大卫 拉比诺维茨在2005年1月5日 从一堆于2003年10月21日拍摄的相片中发现 并在2005年7月29日与2003E L61一起公布 当时他的暂时编号为2003UB313 名字暂称为希娜 希娜 美国电视剧 希娜公主 的女主角 细神星于2005年7月位于距离太阳97个天文单位远的位置 而他的轨道极为倾斜 公转周期位557年 他被分类为黄道离散天体 偏离地球轨道平面的星体 在2006年8月之第26届国际天文学大会上 把2003UB313划入矮行星之列 赋予小行星编号136199号 并以希腊神话中的系神厄里斯命名 因为系神星看起来比冥王星要大 所以一开始他的发现者和NASA 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把其称之为太阳系的第十大行星 但随着其他类似大小天体的陆续发现 符合行星定义的太阳系天体数量骤增 促使国际天文联合会第一次重新进行行星定义 根据2006年8月24日的IAU的行星定义 系神星是一个同明王星 古神星 任神星 鸟神星一样的矮行星 2010年11月6日 对系神星演星的初步结果显示 其直径约2326公里 误差正负12公里 只和明王星相当 从标准差来评估 现在还很难确定系神星和明王星哪个更大 估计两者固体直径都在2330公里左右 第八 矮行星 资料来源 Tragipity 矮行星是太阳系中的一类天体 它们相对较小 不足以成为完整的行星 但比典型的小行星大 矮行星通常拥有足够的品质 以使其形成为近似球形的形状 但它们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与典型的行星有所不同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IAU于2006年定义了矮行星 并将明王星 系神星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天体重新分类为矮行星 根据IAU的定义 矮行星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在太阳系中绕太阳运转 二具有足够的品质 使其形成近似球形的形状 三位能够在其轨道周围清除其他物体 即位能够成为其轨道的唯一主导天体 除了明王星和系神星之外 其他被认定位矮行星的天体 还包括赫雷斯 浩米 马克埃斯 Mekmek 等 这些矮行星与太阳系中其他天体一样 为我们了解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随着太空探索技术的不断发展 对这些矮行星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矮行星 英语 Wolf Planet 是一种小的行星质量天体 它们位于直接绕行太阳的轨道上 质量和重力足够使外观因流体净力平衡而接近球形 但不足以像太阳系的八颗古典行星一样 实现轨道独占 典型的矮行星是冥王星 但在2006年采用矮的概念之前的几十年里 它一直被视为一颗行星 行星地质学家对矮行星的兴趣在于它们可能是地质活动体 这一预期在2015年被曙光号前往古神星的任务 核心是也号前往冥王星的任务证实 天文学家普遍认为 至少八个最大的候选者是矮行星 按照大小的粗略顺序 分别是冥王星 细神星 任神星 秒神星 共公星 创神星 赛德纳和古神星 考虑到十颗最大的候选者 加上王神星和萨拉西亚 英语 Salesha 在这十颗天体中 有两颗曾被太空探测器造访 冥王星和古神星 另外七颗都至少有一颗已知的卫星 细神星 任神星 秒神星 共公星 创神星 王神星和萨拉西亚 这使得他们的质量和密度得以确定 质量和密度反过来可以被拟合到地球物理模型中 试图确定这些世界的性质 只有赛德纳 既没有访问过 也没有任何已知的卫星 这使得准确估计质量变得困难 一些天文学家认为的候选者还包括许多较小的天体 但现实还没有达成共识 只是认为这些天体很有可能是矮行星 矮行星这个名词是行星科学家阿兰斯特恩创造的作为太阳系行星质量天体的三种分类之一 行星 矮行星和行星质量卫星 因此矮行星被认为是行星的一类 然而在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将这一概念作为次行星天体的一类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三种分类的一部分 行星矮行星和太阳系小天体 因此斯特恩和其他行星地质学家认为矮行星和大型卫星是行星 但自2006年以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和大多数天文学家都将它们排除在行星名册之外 第九 科伊伯代 资料来源 科伊伯代 Kuiper Belt 是一个位于太阳系外部的广阔区域 以荷兰美国天文学家杰拉德 科伊伯 Gerard Kuiper 的名字命名 这个带状结构是由冰冷的 岩石和冰混合的天体组成的 它们的大小从小行星星到小行星大小不等 科伊伯代位于海王星轨道的周边 大致距离太阳30至55天文单位 相当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30至55倍 它与另一个类似的结构 即奥尔特带 Ord Cloud 有所区别 奥尔特带则位于太阳系更远的地方 科伊伯代的天体被认为是太阳系形成时残留下来的原始物质 它们在太阳系的边缘演化了几十亿年 一些矮行星 小行星 卫星和其他天体都被认为是科伊伯代的一部分 科伊伯代的发现对我们理解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卫星和其他冷冻天体的来源和性质提供了关键资讯 随着太空探索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对科伊伯代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古伯代 英语 Quiper Belt 又称作伦纳德 古伯代 另一凯伯代 位于太阳系的海王星轨道 距离太阳约30天文单位 外侧 在黄道面附近的天体密集圆盘状区域 古伯代的假说最先由美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里克 伦纳德提出 十几年后杰拉德 古伯证实了该观点 古伯代类似于小行星代 但范围大得多 它比小行星代宽20倍且重20至200倍 如同主小行星代 它主要包含小天体或太阳系形成的遗迹 虽然大多数小行星主要是岩石和金属构成的 但大部分古伯代天体在很大程度上有冷冻的挥发成分 称为冰 如甲丸 安河水组成 古伯代至少有四颗矮行星 冥王星 刃神星 鸟神星和系神星 一些太阳系中的卫星 如海王星的海味翼和土星的土味酒 也被认为起源于该区域 古伯代的位置处于距离太阳40至50天文单位的低清角轨道上 该处过去一直被认为空无一物 是太阳系的镜头所在 但事实上这里满布着直径从数公里到上千公里的冰封为行星 古伯代的起源和确实结构上未明确 目前的理论推测是其来源于太阳原行星盘上的碎片 这些碎片相互吸引碰撞 但最后只组成了为行星带而非行星 太阳风和物质会在此处减速 古伯代有时被误认为是太阳系的边界 但太阳系还包括向外延伸两光年之远的欧特云 古伯代是短周期彗星 如哈雷彗星的来源地 自冥王星被发现以来 就有天文学家认为其应该被排除在太阳系的行星之外 由于冥王星的大小和古伯代内大的小行星大小相近 20世纪末更有主张其应被归入古伯代小行星的行列当中 而冥王星的卫星则应被当作是其半星 2006年8月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冥王星踢出行星类别 并和古神星与星发现的鸟神星 任神星系神星一起归入星类型的矮行星 古伯代不应该与假设的欧特云相混淆 后者比前者遥远1000倍以上 古伯代内的天体 连同离散盘的成员和任何潜在的欧特云天体 被统称为海王星外天体 Tianos 冥王星是在古伯代中最大的天体 而第二知名的大海王星外天体 则是在离散盘的细神星 第十 迈克尔布朗 Michael Brown 资料来源 Tragipity 迈克尔布朗 Michael Brown 是一位美国天文学家 以其在太阳系外矮行星的发现而闻名 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 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 布朗于1965年诞生于美国 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本科学位 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 布朗的研究重点是太阳系周边的天体 特别是科伊伯代天体 他是许多重要发现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其中包括埃里斯 埃里斯 胡脑 厚米 核系神星 埃里斯 等 这些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太阳系边缘天体的认识 并导致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对行星定义的重新审议和修订 除了在科学界的贡献外 布朗还是一位知名的科普作家 他的著作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他的书籍向大众介绍了他的研究发现以及太阳系和宇宙中的其他一些令人惊奇的事实 总的来说 麦克尔 布朗以他在太阳系周边天体领域的研究成就以及他的科普作品而闻名于世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麦克 布朗 英语 Michael Mike Ebron 1965年6月5日 美国天文学家 现为加州理工学院行星天文学教授 2003年迄今 早先曾任助理教授 1997-2002年 与副教授 2002-2003年 由于他的团队发现了细神星等太阳系内类似冥王星的矮行星 导致他被降格成矮行星 因此被称为冥王星杀手 Pluto Killer 布朗以探勘围绕太阳运转的遥远天体而知名于科学界 他带领的团队发现了许多外海王星天体 特别著名的有 细神星 在太阳系内比冥王星还要大的矮行星 赛德纳 远日点约为900天文单位 被认为是欧特云内层的天体 王神星 内明天体 与海王星的轨道有三冒号二的共振关系 第十一 第九行星的推断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关于第九行星的推断在天文学中一直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和猜测 一些天文学家基于太阳系外部行星的轨道异常 推测可能存在着一颗气晶未被观测到的大型天体 即所谓的第九行星 这些轨道异常包括科医博代天体的集体运动 以及其他行星的轨道参数 一些科学家认为 这个假设的第九行星可能是一个类似于冥王星的兵巨星 也可能是一个品质更大的天体 甚至是一个宗矮星 类似于恒星但品质较小 无法进行和聚变 然而尽管有一些间接的证据支持第九行星的存在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观测到这颗假设中的天体 科学家们正在进行大量的观测和模拟研究 以验证这个假设 并尝试确定第九行星的真实性以及其性质 在天文学中 对第九行星的推断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上待更多观测和研究来解答这个问题 资料来源 BBC News中文 瑞士科学家在《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描述了可能存在的太阳系第九颗行星的状态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曾在今年一月份发表文章说 在太阳系遥远的外部边缘可能存在着第九颗行星 科学家并没有直接观察到这颗行星 而是根据其他天体运行轨迹的变化得出了这颗行星存在的推断 在美国科学家提出上述结论之后 世界各地的天文望远近正在加紧搜寻 瑞士博尔尼大学科学家现在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 具体推断了这颗可能存在的行星的尺寸 温度和构成 博尔尼大学教授莫达西尼 Christophe Mordesonet领导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说 这是一颗冰冻的星球 外层包裹着氢气和氦气 这个小组使用行星净化模型 计算了46亿年前太阳系形成至今这颗行星的演化过程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曾表示 这个行星的质量是地球的10倍 瑞士博尔尼大学科学家现在进而认为 其直径是地球的7.5倍 其温度为零下226摄氏度 第十二 冰行星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冰行星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描述太阳系周边的行星 它们的主要成分是水冰和其他冰冻物质 比如氨和甲烷 这些行星通常被认为是冰巨星的一种类型 冰行星的特征与太阳系内部的气态行星相比有很大不同 它们的表面温度通常非常低 冰冻物质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气体的形态往往不太明显 冰行星的表面可能有冰冻的海洋 也可能有冰冻的岩石地壳 由于这些行星位于太阳系的边缘 光照较弱 温度较低 它们的大气层也可能相对稀薄 在科伊伯代和奥尔特代等太阳系周边区域 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类似冰行星的天体 这些天体可能是冰巨星 冰矮行星或者其他形式的冰天体 虽然我们还没有直接观测到这些行星 但通过模拟和间接证据 科学家们对冰行星的性质有了一定的了解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冰行星是一种具有低温冰值表面的行星 其表面含有水 氨和甲烷等挥发物 冰行星表面为全球冰冻圈 根据行星的地球物理学定义 太阳系的中型冰冷天体可以视为冰行星 这些包括大多数行星质量的卫星 例如木卫三 土卫六 土卫二和海卫 已还有已知的矮行星 例如古神星 冥王星和系神星 2020年6月 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报告称 根据数学模型研究 具有海洋的系外行星很可能在银河系中较为常见 其中一些海洋可能位于地表冰层之下 冰行星的表面可能有水 甲烷 氨 二氧化碳 称为干冰 一氧化碳 但和其他挥发物组成 具体取决于其表面温度 冰行星的表面温度如果主要由水组成将低于260K 摄氏-13度如果主要由二氧化碳和氨组成低于180K 摄氏-93度如果主要由甲烷组成低于80K 摄氏-193度 从表面上看 冰行星对起源于地球的绝大多数生命形势非常严酷 因为它们非常寒冷 然而 许多冰行星可能有地下海洋 由内热或其他天体 如恒星 卫星 的潮汐力加热 液态地下水将为生命提供移居条件 包括鱼类 浮游生物和微生物 已知的地下植物不可能存在 因为没有阳光可用于光合作用 微生物可以使用 可以为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和能量的特定化学物质 化学合成 产生营养 如果条件合适 一些冰行星可能具有浓厚的大气层和大量表面一体 例如土味6 它们可能适合潜在的外星生命形式居住 第13 脱灵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脱灵 英语 Solen 不清澈的 是一种存在于远离恒星的寒冷星体上的物质 是一类共聚物分子 由原初的甲丸 蚁丸等简单结构有机化合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形成 但它并不是单一的纯净物 并没有确定的化学分子或明确的混合物与之对应 脱灵通常为浅红色或棕色的外观 脱灵无法在今日的地球自然环境下形成 但在外太阳系已冰组成的天体表面含量极大 在太阳系以外 哈勃太空望远近使用近红外线照相机和多目标分光仪在距离地球220光年的年龄4.2亿年恒星HR4796A旁发现 在海卫一和土卫6上的脱灵式负寒氮的有机物 这是因为太阳辐射照射这两颗卫星负寒氮和甲丸的大气层而形成 海卫一的大气层含有99.9%的氮和0.1%的甲丸 而土卫6的大气层则是98.4%的氮 1.6%的甲丸和恒量的其他气体 这种大气层中的衍生物和太阳辐射照射水的包合物与甲丸 以丸等有机物而产生的冰托灵式不同的 民族小天体XM表面积含有大量冰托灵 在彗星、半人马小行星以及许多外太阳系的冰卫星表面有许多冰托灵存在 土卫6大气层的橘红色云雾和半人马小行星的表面被认为有托灵的存在 托灵可能也在年轻恒星旁的圆形星盘存在 参见HR4796A 部分科学家假设早期的地球曾经因为受到富含托灵的卫星撞击 使有机物进入地球成为生命诞生的原始物质 请参见米勒、尤里实验 不过在24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使地球大气层中产生氧自由基 使托灵无法在今日的地球存在 一个解释托灵形成的理论模型是 但和甲烷分子被高能粒子和太阳辐射分解和离子化后 形成乙烯、乙缺和氢化氢等其他小的简单分子和氧离子 接着形成本和其他有机分子 这些分子经过聚合成以较大分子为主的气凝胶 凝结后沉积于行星表面 Follin这个词是由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和他的同事比斯恩、卡哈所创的词 用来形容在他们自己的米勒、尤里实验仪器中混合气体内获得的难以定性的物质 而相同的物质也在土味六大气层中被发现 它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物质 但常被用来指行星表面泛红的有机物质 托灵在低压环境下形成时 往往在分子中包含氮原子 如果在高压下形成 氮原子就可能位于分子的中端位置 托灵可以作为天体表面防止紫外线辐射的有效屏障 实验中已证实 土壤中的多种细菌可以将人工合成的托灵 作为生存所需的唯一探源 因此托灵被认为是自养生物演化出现以前一养生物的第一批食物 第十四 气体星球 资料来源 Tragipity 气体行星是指太阳系中的一类行星 其主要成分是气态物质 主要是氢和海 气体行星通常具有浓厚的大气层 没有明显的固体表面 太阳系中的气体行星包括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 这些行星的大气层通常非常厚 由于气体的高压和高温 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气态和液态物质 如氢、氦、甲烷、氨等 气体行星的核心可能是由岩石和金属构成的固体核心 但由于高压和高温 这些固体核心通常被包裹在厚厚的气体大气层之下 难以被直接观测到 气体行星的特点包括 大品质、大体积、密度低、自转速度快 拥有多颗卫星等 他们也常常拥有强大的磁场和风暴系统 如木星的大红斑和土星的风暴带等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气体巨行星 英语 GasGiant 又称类木行星 是主要由氢和氦组成的巨行星 太阳系的木星和土星是气体巨行星 气体巨行星起初原本是巨行星的代名词 同一词 但是1990年代学界意识到天王星和海王星是与气态巨行星不同性质的巨行星 主要是较重的挥发性物质 其性质与冰类似 因此称它们是冰巨行星 木星和土星主要由氢和氦组成 更重的其他元素大约分别占3%和13% 它们被认为外层是分子氢包围着液态的金属氢 可能有着融融的岩石核心 最外面的一层是氢的大气层 其特点是可见多层有水和氨组成的云 金属氢组成了每颗巨大的气态巨行星 之所以会被称为金属是因为非常大的压力使氢变成导电体 气态巨行星有着外冷内热的特质 它们的核心被认为有高温 20、000K和高压 但对它们的属性了解甚少 第十五 冰巨行星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冰巨行星是一个天文学上的概念 通常用来描述太阳系周边的行星 它们的主要成分是冰 包括水冰、氨和甲烷等 冰巨行星通常与气体行星不同 其核心可能主要由岩石和金属组成 而周边则由冰和气体构成 在太阳系中 冰巨行星的代表是天王星和海王星 尽管它们被称为冰巨行星 但实际上它们的内部结构可能与气态行星更相似 具有岩石和金属的固态核心 但外部的大气层主要由冰和气体组成 冰巨行星通常位于太阳系的边缘 远离太阳 因此温度较低 表面温度可能接近绝对零度 由于这种低温环境 冰巨行星的大气层可能包含大量的冰晶 形成云层和大气层的各种特征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冰巨行星 英语 Ice Giant 又称类海行星 是一种主要由比氢和亥更重的气体组成的巨行星 例如氧 碳 氮 和流等 在太阳系中 天王星和海王星均是典型的冰巨行星 在它们的质量大约只有20%是氢和亥 而气态巨行星 木星和土星的质量中通常主要是含有90%以上的氢和亥 在1990年代 人们意识到天王星和海王星是另一类独特的巨行星 独立于其他的巨行星 第十六 微型黑洞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微型黑洞是一种假设的黑洞类型 相对于常见的恒星品质黑洞或超大品质黑洞而言 其品质较小 微型黑洞的假设源于对宇宙中可能存在的不同种类黑洞的猜测和推测 根据理论 微型黑洞可能是在大爆炸之后形成的 它们的品质可能仅相当于月球品质的几倍或者几百倍 由于品质较小 微型黑洞的引力作用范围也较小 因此它们通常不会像大品质黑洞那样吞噬周围的物质 微型黑洞的存在核性质仍然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尚未得到实际观测或实验证据的支持 在目前的科学知识和观测范围内 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微型黑洞的存在 但一些理论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认为 如果微型黑洞存在 它们可能会对宇宙中的一些现象产生影响 如暗物质的性质 宇宙背景辐射等 资料来源 微型黑洞又称作量子黑洞 Quantum Mechanical Black Holes或者迷你黑洞是很小的黑洞 被称作量子力学黑洞是因为在这个尺度之下 量子力学的效应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可能这些量子层级的原生黑洞是在早期的宇宙或者大爆炸时期 里面高密度的环境 或者是在随后的相变里面被产生出来 透过因或金辐射效应所预计散射出的粒子 在不远的未来 说不定天文物理学家可以观测到这些黑洞 有些涉及到多次元的理论 预测存在一些微型黑洞的质量可以小到电子伏特的范围 这种程度的能量可以再像是LHC 大型强子对撞击 Large Hadron Collider 这种粒子对撞击里面产生出来 因此有一些大众担心这会导致世界末日 参见大型强子对撞击粒子对撞实验的安全性 然而 这种量子黑洞会很快的蒸发 Evaporate 掉 仅仅留下很小的交互作用或者全部消失 而且除了这些理论之外 我们注意到射向地球的宇宙射线并没有对地球产生任何伤害 即使这些宇宙线的直星带有的能量也高达了数百teV 原则上 黑洞的质量可以是高过普朗克质量的任何质量 要制造一个黑洞 我们必须要集中质量或能量到逃脱速率超过光速的程度 一些现在物理的延伸断定了更高维度空间的存在 在更高维度的时空 重力的强度在距离缩短时 增加的幅度会比起三维空间要高 在某些特定处理多维的理论下 这个效应会将普朗克尺度降低到DEV左右的范围 发现太阳系第九颗行星 该行星的质量是地球的十倍化学成分 与两大天然气巨头天王星和海王星相似 结语 conclusion 就只是一个小柜子而已 那这些质量是无关系的 可以换过